澳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创意美食之都 也是全球获米其林推荐餐厅最多的城市之一 说起澳门,你会想到哪些美食呢? 蛋塔,肉斧,还是猪扒包? 第十九届澳门美食节正在举办 快和小新一起去看看吧 美食节给食客们准备了四条线路的免费借博巴士 小新来到了澳门观察 这天美食节的营业时间从下午三点开始 大概两点五十分 观察这边等候接驳车的食客们已经排起了队 差不多三点了,接驳巴士已经到了 来不及多说,赶紧上车吧 巴士很快就坐满了 特别的是,巴士上还很贴心的设置了USB充电口 给食客们的手机嫌味保 好在美食节上拍照打卡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美食节举办场地附近 周围有非常明显清晰的直路标志 美食节有超过150个摊位 不论是澳门当地风味 还是亚洲、欧洲各类美食 都能一次尝过 美食节有超过150个摊位 海鲜摊位 海鲜摊档人气颇高 吃不少食客的信仪之选 来吧 吃个银摊位 一口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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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品摊位也很受欢迎 而且美食节全场实行电子支付 小一小微信或者支付宝就可以了 澳门还有很多美食美味值得慢慢发现 有机会就来看看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